好,第二題呢,判斷是否要函數關心 他說,像列式S跟Y的關心 這Y是X的函數有哪幾組呢? 他要的是Y是X的函數 代表說,你要輸入X,然後確定Y子 輸入X,可以確定Y子 那就是函數關心 對,好嘞,看這邊 所以,輸入X可以確定Y嗎? 1的時候2,3的時候4 F輸入5Y是6 F輸入7Y到Y是8 1對1 函數可以1對1 OK喔,這個是 那看來贏得了 好,像這邊的話呢 F輸入1的時候Y是1 F輸入3關頁3 輸入5Y是5 輸入7Y7也是一個對一個 目前這兩個都是對的 在和比的這一組 那比的這一組呢 怪怪的 X輸入1的時候Y是0 輸入3Y還是0 輸入5Y也是0 輸入7也是0 好像輸入什麼都是0 而這樣是函數關心嗎? 是的 因為函數可以多對1 很多很多的X子 對到一樣的答案 事實上這個東西它也在我們的線性函數裡面 它叫做常數函數 不管X輸入什麼東西 Y多設定 有沒有 所以這個也是 沾丁的這個是不是 好 F輸入1的時候 F輸入1的時候 Y怎麼一下變1 一下變3 一下變5 一下變7 那這當然就不是函數關係 因為函數不可以1對多 認得清楚了 這個叫做多 很多的X對到一樣的Y 叫做多對1 函數可以多對1 可是不可以1對多 對不對 所以不行 加固的這個 這個不行嗎? 加固的 這個可以嗎? 這個的話呢 來X2 Y2 OK 0 4 1 6 0 8 0 4 0 8 0 4 0 8 不是電話內 你看 0的時候是4 0的時候又是8 你怎麼可以輸入02的時候呢? 一下變成了4 一下變成了8 欸!犯規了 這就無4函數關係 函數不能1對多 你不能輸入一個X 跑出來的不一樣的Y 它叫1對多 不行 所以就說無4 好吧 那麼答案這裡呢 他要說4的有哪些組 好答案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好不好 你想抽答案 抽不到好不好 你要聽我講 不要這抽答案 可以嗎? 好 這個也是函數的問題 來 這個第三題呢 求函數值 他說 函數 F of f 值 等於 -2s-9b 他說 F of x F of x 你那你也of F of x 在f-7的函數值為何 s-7 欸簡單耶 你就把X換成-7 對嗎? 所以 F of x 等於什麼呢 X用-7帶 所以它是 -2 去乘上 挖號 裡面放什麼東西啊 X換成-7 有沒有 F of x -9 造成 然後等於呢 復復的 正 2 14 -9 所以 14-9 好 這個是第一題 再來第二題呢 F of f 不是啦 他說 S為0的函數值 X用-0帶 對不對 X用-0帶 用-0帶之後呢 按進來喔 -2乘以0 0 -2乘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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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乘以0不用解釋 好不好 -2乘以0不就0 所以0 好不好 -0-9 會不會解 會 答案就是 這是喜作第三題 很簡單 一定要會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次我們在教一個數學影片的時候呢 有一個在教月分大小的部分呢 我一個好朋友 也是一個王老師呢 他指證說 欸老師你這樣教的話 那月分可能後面會算錯 那的確也是這樣子喔 因為一些小的一些 沒有細心的去注意到 那個在解釋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把那一題給重新再錄製了一次 好 那他這一點也是 把月分大小的東西可以做介紹 像他說 題目這樣說 假設論年x月有y天 那麼s跟y的關係呢 是一個函數 若以y連f of x 表示此函數的話 則f of 12 等等等等 交換下來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是說 當你x給月分的時候呢 他要輸出的是y y是函數字嘛 是多上天 就是月分對應到天的部分 好 那聽起來講的是論年喔 那什麼叫論年呢 這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的地球呢 他是繞太陽在做公轉 那公轉的時候呢 繞一圈就是一年 那一年呢 其實他不是365天 而是365又四分之一 365又四分之一天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啊 這個多的四分之一呢 他會因為每隔四年而多了一天出來 因為每隔四年之後呢 四分之一之一四 他就多了一天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這麼調整的話 你會發現每隔四年 我們就少了一天 所以我們就會找在 二月的28號 這邊呢 二月份 你要多一天 所以在論年的時候呢 二月會有29天跑出來 好 這是論年喔 同時想的是說 那個論年發生的時候呢 也是在奧運舉辦的同時 就是我們的奧運呢 在一八九六年開始的時候 他也是每隔四年辦一次 那一八九六也是論年嗎 我們可以這樣看喔 你把這個 一八九六本身是四的背數嗎 好 四的背數要怎麼看 四背數的看法很單純 他只要看後面這兩個 可以背四整除 就是四的背數 像一八九六 九十六背四除 對 背四除 所以呢 一八九九就是論年 有論年 像今年呢 我們是二零一六年 一六十六 他也是背四整除嘛 所以 今年有論年 那剛好起座的這一題喔 我們今年剛好是論年 就剛好可以解釋到這個情況 好 所以論年會多一天 好了 再來呢 那怎麼樣判別大月跟小月 像那個 一月是大月 二月小月 三月又大月 四月又小月 那怎麼去記錄 那個東西會比較好記 那方法呢 上次我們把手張開 這樣方法是不對的 因為這樣數會錯誤 來 正圈應該這樣做 好 看清楚 這是我的拳頭 對 然後我們這樣數 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八月大 九月小 十月大 十一月小 十二月大 上次我們這樣張開手是錯誤的 數這樣子是不對的 正圈應該是握拳的時候呢 數這個骨頭 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八月大 九月小 十月大 十一月小 十二月大 那我把它畫在黑白上面 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怎麼樣去數這樣的月份大小 好 很快的我們把那拳頭留好好的 這個拳頭怎麼看呢 是我們這樣的拳頭 再看過來了 再看過來了 好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剛剛說算數啊 是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這樣對不對 所以一樣 我們這邊將看到 這邊就是 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然後呢 跳過來這邊 八月大 九月小 十月大 十一月小 十二月大 好 那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算 月份大小 那你可以用去實習它 好 那這邊的話呢 F12呢 什麼月 看到了這邊是大月 所以是三十一 減掉F of 10 F of 10呢 它也是大月 所以減又減掉三十一 再加上F of 7 也是凸起來的地方 一樣是大月 所以再加上三十一 再減掉F of 2 F of 2的話 那是什麼東西呢 F of 2 就是二月份 那你要寫二十八嗎 不行 因為這題它說是 潤年 對 潤年的話呢 就是有二十九天 所以要減掉二十九 好 那麼八字底下 它會變三一 減三一 沒有呢 三十一協二十九 答案就是二 所以這題 算出來的函數值 答案就是二 好 好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大小月 可能不容易記得清楚的話 像老師一樣會搞鬼 可以用這邊的骨頭 來去數一下 那數的時候 記得只有數這幾個骨頭 你不要數到這邊來 跟老師犯一樣的錯誤 要數這幾個就可以了 好 那這裡就交到這邊結束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